欢迎收看二分之一强 欢迎来到女人的殿堂 一年的最后一天 跨年终于到了 小丸哥 今晚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啊 有那么兴奋吗 看来有什么意义吗 赶快回家洗洗睡了 搞不好更快乐啊 梁霍群先生 今年你刚新婚 是 老婆还是新的 是不是应该带出去跨个年啊 看个烟火啊 倒数一下 有意义吗 出去那么多人 人挤人不是自找麻烦吗 而且七碗八碗的走在路上 就撞到杜丽都不知道 有意义吗 不要侮辱杜丽 他没有黑到那种程度 我跟你讲你们就是想一些有的没的 从早到晚一直搞到三晶半夜 你以为五四三二一倒数了 Happy New Year 我就没事了吗 要不然还有什么事 又要接着又要唱歌的的 吃宵夜的 去夜店的累不累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演艺圈 三位 她们 跨年 一定要整死人 不整死人不开心 我们三位女人团欢迎她们 哪有 怎么会讲整死人呢 这应该给你们欢乐 被整一下会怎么样 好想要听一下你怎么介绍新男呢 新男当然是我们最浪漫 每个女人都想跟他们卡位 一起浪漫倒数 我们联合国新男 一年一度的跨年令人期待 但是期望越高 失望也可能越大 像是杜立的女友 爱去人挤人 两人弄得败信而归 而马丁精心为老婆安排的行程 竟然一路被嫌 到底跨年还会出现什么悲惨经验呢 请看今天的二分之一强 所以小梁哥一定没有跨过年 对不对 没有 我跟大家郑重报告 是 跨年一个晚上只能有一个活动 最多两个 你到不了两个以上 没错 两个就太多 对 尤其台北的101跨年 非常有名 哇 很多世界观光客都要来 哇 台北101跨年 对不对 是 几点跨年 12点嘛 对 12点跨年嘛 很多观光客想说 那我大概10点11点要进去 进不去 对不起 不可能 下午两点就要进去了 对 多可怜 你这下午两点 一直到晚上等那个12点 你比游民还不如 游民不去 游民等到那个时间 已经发财可以回家了 你还在这边直接倒数 真的 根本挤不进去 那个已经排到台北火车站那么远了 也出不来 对 而且我告诉你 你去参加活动也就帅了 至少你参加活动嘛 有妹嘛 有男女朋友都开心嘛 唱歌嘛 是 我以前住在市府后面 诶 然后呢 往年都是 我们都是主持各地的跨年嘛 你都在跨年 还有一次 陀东方打过来 诶 我们等你啊 我们在电影等你啊 几点 他打个说三点 我在新竹 一定开得到吗 好 再再再再 对不起 我到仁爱路 国父纪念馆的时候 是早上六点半 神奇啊 很好啊 连嘉诚琳家都回不去 有什么好爱国 不要再跨年了 对啊 变成无家可归的小孩 你真的要到市府跨年 你还真的要包大人 真的啊 进得去出 进不去也出不来嘛 是 你还没地方可以上洗手间 店家还不借你厕所 对 我还有过就是前年的跨年 我们就在杨佑宁他们家的餐厅 很近 很近 可是也在市府的附近啊 对 然后一点钟喝醉想回家 好啦 叫 计程车叫到凌晨四点半 怎么样叫就叫不到 不可能叫 你连叫旧屋车都叫不到 对 真的 我后来隔一年就学聪明了 隔一年我就是一直喝喝到 早上四点 然后再走路回家 你能不能再聪明点 就是不要去喝了 就是等待在家 在家里看电视 看你们两位 可是你不觉得跨年 就是应该大家在一起吗 对 到外面倒数一下 你平常是有多孤单 你是不居在哪个公园是吧 我不会这样讲 因为我没有期待过任何的节日 我也不过生日 也不过纪念日 也不过圣诞节 我唯一过就是跨年 我就是喜欢大家人几人 然后互相倒数五四三二 然后拥抱那一下 那你去市府广场当义工吗 我去我试过了 上去 但是有没有过 就是你真的很想要过跨年 但是就是被男人们给搞砸了 好 对 他刚去搬拨年了 他直接一个怨妇的表情 对 怎么了请问 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些事情 你们男生都想得太简单 都觉得这很容易就会达成 请问跨年有多难吗 就像你刚才讲很难啊 很早一早都要卡位 对很早就要去啊 对 可是像我就有一年 因为那时候迁徙年 大家那时候不是传说 就是会世界末日吗 有有有 如果过了那个迁徙年的话 如果你在过那迁徙年 然后当那一天 然后可以跟心爱的人 就是五四三二一的时候 然后接个吻 听说会长长久久 哇那好浪漫 很浪漫嘛 所以我那时候就希望说 可以再天活再释放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跟我那时候的男朋友 然后来个深情永吻 这不难啊 是不是又可以 是不是又不会世界末日 然后是不是 我又可以跟他天长地久 对 而且万一世界末日的话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担心石头压到 你站在人里面嘛 对 喂 不管啦 反正 浪漫 反正我都想好 就是要过那么浪漫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就想说 可是我觉得跨年就是要人多 好朋友一起跨年 比较热闹 比较好玩 然后他就说 好没关系 我们先集合在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一起过去 他就叫我去那个 士林的某个保龄球馆去找他 跟他的朋友 然后 好他们 他 我就跟他讲说 时间好像要来不及了 他朋友就讲说 我今天正好要破我的记录 我今天打了几个踹了 我今天一定要打完 我一定要破自己的记录 然后我们就这样眼睁地看他 结果他也没有破他的记录 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就往窗户一看 因为那个保龄球馆窗户一看 就是捷运站 然后人也很多 因为对面是某个夜市 然后 我说这样完全一定赶不上 然后结果 我的跨年夜市怎么过吗 就是在那一家保龄球馆的那个 他那个有个吧台 然后他就有一个那个 一台小电视 然后我 就是站在那边 然后看着电视里面放烟火 然后数五 四 三 二 一 耶 好无聊哦 我男朋友那时候就转过来 好无聊哦 YES 还听到旁边在游戏 然后我男朋友知道说 我想要一个吻 他就过来 就是要 就是要跟我接吻 然后我气死了 把他推开 因为觉得整个 就是因为这么一推 你们就没有长长久久了 对 就是一个诅咒 就是一个诅咒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 一定要去101看烟火 对啊 可以去晴空塔啊 东京铁塔啊 都很棒啊 很远 问题是 我在就是台湾过跨年的时候 没有好的回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是对我们日本人来的话 跨年是就是跟家人 慢慢就是一起购乱 对对对 所以看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101很好玩 因为呢 就是在日本没有的东西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国家没有的文化 我觉得哇 好棒 还不说哇玩得开心 但是发现人太多人了 对 然后好累 然后呢 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女朋友 然后我跟她过嘛 然后就是明年她有想去 然后我说 而且是已经我腻了嘛 我在台北那么久 我跟她说 可不可以再不用去 结果她说 那我脾气 结果啊 好啦好啦 就是 硬要去就对了 而且那时候已经快 快10点了 白痴都想得到 去那边一定进不去啊 绝对进不去 对嘛 但是呢 她说 哎 没有关系啊 因为她想去就是 那个 发纳威修那边看 因为我住在国附近 就是 对对对 走路的 结果呢 走到一半的时候 到国附近那边 人太多 那她是已经走到这边嘛 对不对 所以 结果 她开始发笔记 怎么那么多人啊 我要回家 她不知道吗 这不是预料中的事情吗 问题是她是台北人 有没有搞错 她怎么会不知道 对啊 不是不是 很多台北人 10点多耶 很多台北的地方 他们都没去 而且很多女生 梦多讲的真的是真的 很多女生就是 啊 我要去这个地方 我要去这个地方 爱讲 到了以后才发现 蛤 不是这样 然后她的反应就立刻出了 没有想这样 我有一次跟女友 还有其他的朋友 去101附近嘛 那人超级多 那突然 她 我的女友不见了 那我跟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女生 就是一直找找找 大概10到15分钟 那因为我不想到 那个女生也不见 所以我们就牵 她勾着我的手 那后来找到了女友 她看到她勾着我的手 她好像有点不开心 我觉得 啊 我等你好久 一直找不到你 你还勾着那个 另外一个女生的手 她就很不开心 那所以隔一年 我们就决定 我的女友就决定 好 不要再去101 太麻烦 太多人 但是问题是 好 已经到31号 我们问其他的朋友 呃 有什么事情吗 他们已经规划好了 没办法 可能不在台北 我说他们要去101 所以那结果呢 她说 那宝贝你要怎么办 已经下午 大概三四点 我就 呃 我没有 做其他的规划 她说 哦 那 你要去101吗 不要 那 我们今天就要在家里吧 好啊 那结果我们就在家里看电视 看那个烟火 我就觉得 就她吃她的泡面 我吃我的烟火 因为你连跨年有放假 对 圣诞节不一定有放假 所以其实为什么很多女生会那么 期待 就是 对 跨年 就是因为台湾的关系 所以她的节日 比较大型的节日就是在跨年 然后你又让她在家里撕泡面 可是真的很多男生是不规划 这倒是真的 不是 但我之前就是交过一个男友 他就是有规划 我就好棒哦 那很棒啊 然后她说我们去圆山 她想说哇很酷 圆山听起来就是 也不会塞车 也不会什么的地方 我就说为什么要去那里 她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那边啊 可以看到两边的烟火 就是 圆山 她那个半山腰可以看到 那时候美丽华也有放烟火 然后101也有放烟火 厉害 所以我就是只要 我们去那边 然后我们就很有 很有那个跨年的feel 可以看到两边烟火之外 我们还可以倒数 然后在那边那个view非常的好 这样 然后就很开心 结果我们当时是骑摩托车上去的 的确也真的交通很碎 也没塞车 可是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啊 发现它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就在那边对看 然后我们就说 什么时候要倒数啊 然后我们也没有留意到 我们就不知道 可能快到了吧 那等一下我们就大声一起倒数 就是十九八这样子倒数 结果后来我们就在聊天 聊一聊一聊 开始两边烟火开始放了 我们根本没有倒数到 因为我们在聊天 过了 已经过了 因为那个山太安静了 没有太安静了 太安静了 太安静了 然后完全没有听到烟火 连蹦都没有听到 而且烟火应该这么小吧 因为太远了 所以我们不管看一一的烟火 还是看美丽华的烟火 都是非常小的那种 就像你坐飞机这样看到地上那种远度 就像维兵哥上面那个那么小 应该像梦多这里这个吧 为什么一定要去101 或是一定要去哪里 我不懂 我们都会在家里看电视就好 对啊 像小女说的一样 你去那边就是开始要 我们小时候就是一直看电视 看到长大 终于可以玩 那就继续啊 对啊 你想看到你 就继续就好 我之前在一大上班 那当年我就是认识一个新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 没有很久 大概两三个月而已 那我家里一大还蛮 一大世界还蛮近 通常如果在我家要开车上去 要五分钟而已 但是他硬要去一大世界跨年 我完全不知道 他说我想要看那个林俊杰唱歌 我想要唱嘛 OK啊 有活动有演出 好啊 哪里好哪里好 我跟你讲 从我家门口离开 他们已经开始塞车了 但没办法进不去 而且在一大那边 那不可能 我跟你讲 我有一次就是跨年晚会 在那个玉大 因为那个燕潮箱 它只有一条路 两条 只有两条 对 就是说你上去跟下来 就是在那边 然后你会 你结束 大概一点钟结束嘛 玩了到半夜四点 那边还是灯火通明 因为他们都下不去 对 真的 真的很非常夸张 不像一大 阿蜜不是101那边 有很多路可以走 但是一大 完全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我就说 我们一定要去吗 他说一定要一定要 好啊 然后就说 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已经在那边工作两年 每一次跨年 或是一些大街日啊 过年那时候 就是人真的太多 然后就说好 然后我就陪你去好了 我们去那边 走路 从我家要走路到那边 因为就完全没有什么停车位 而且那个是刚好是山 就是一直往上 哇 我们一边走路 他一边保怨 一边走路一边保怨 那我想说 你自己说你要去 如果你不要去就不要去啊 然后就算了 就带他去 去那边 想要买水 没有水 想要上厕所 没有厕所 厕所就是人 太多了 然后我们就说 好 那算了 我们就去那个 潮那边看演唱会好了 我们在那边看一看 但是太远人太多了 我早就跟你讲会 我发生这个问题 你还在这边抱怨 然后就变成我自己 跨年也不开心 你懂我的意思 难得我就是跨年 也没有要上班 通常我唱歌就是要 主持那个活动 但是刚好我那一年没有了 我超开心 可以休假 那你一整个晚上 你在那边抱怨 人太多 我的脚都酸啊 不是 人太多 你又没有安排 我们 我想问一下你女朋友 是不是高雄人 对 对 你知道高雄人 难得一年一次可以看到明星 对 通常明星都会在这 不是嘛 你们到底听不听得懂中国话 人家说得很清楚嘛 他带他去了嘛 那是你要去的 你就沿路在那边抱怨 肚力也没安排啊 没有 这是他自己说他要去好不好 你抓过去 为什么 我跟你讲 人在讲话 你就是要听这个节目 我没有听啊 是不是 对 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在101更可怜 马丁住新义区对不对 对 那麻烦你出来讲 来 出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一年的最后一天嘛 对 Let's go 交代马丁 交给马丁了 这个没问题 好好讲 哇塞你们两个这样画面好搭 好搭哦 怎么会 同一个射系 搞得咬小梁哥 真的 小梁哥那已经做了 不好意思 泰鲁哥号也开了哦 不是 小杨 小杨哥你也搭 所以你跟布景好搭 就中后面就好了 Happy New Year 好 因为我们就是住新义区嘛 那已经看过101的烟火 是很漂亮 可是看过了几次后 你就会觉得 够了 好 那因为去年 就是 因为我老婆怀孕 所以我就想 那我们就是不要去人籍的地方 很危险 就是危险嘛 对啊 所以我就跟她说 你就是交给我嘛 我来安排就好 嗯 那结果呢 我们就是大概10点就出门 然后出去 去我们家后面的 一个 一家 麻油鸡 哦 哈哈 等一下 差太多了 等一下 我们现在忍住吗 人家是外国人 他这样有创意啊 异国人 而且这家麻油鸡 它是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不是每一天都有开 可是刚好那一天 就有开 那我就想 跨年又很冷 吃一个麻油鸡 是不是热乎乎的 不需要安排啊 你不是说 我有特别安排 第一步嘛 这不是 韓晓鱼 我不是说 我在麻油鸡路边太快 跨年的时候 餐厅很难订 对 尤其在新义区的夫妻 对啊 而且我们一个华人约说 我们弄一个很棒的餐厅 那很棒啊 那他是老外 而且 而且 孕妇吃麻油鸡 对他们很好 不是吗 你看 所以我们先去麻油鸡 啊 这是身体热热的 很舒服 所以我们就走路 走到石政府 然后看谢晴妍的延长会 然后在那边 看了看了看了 然后看完就是要走 那因为我就是觉得很好 因为如果 因为我们在新义区嘛 那如果我们 这样子不用走很多路啊 然后如果要回家上厕所也是很方便 可是结果呢 老婆就是我们边走 然后就开始 训爆了 训爆了 马丁你好训哦 安排什么麻油鸡啊 是啊 是啊 他就是这种 那我就说 然后他就是很生气 然后转身 然后打给他的那些朋友 要说 我要去找我的酒吧朋友啊 然后我要去酒吧 这样子 不是喝酒 可是就是人多的地方 去热闹 马丁我想要请问一下 你在安排这样的行程之前 你有先问过你老婆 她想要怎么样的 漂亮 漂亮 因为我是要来安排嘛 然后因为我 要她就是 比较舒服 然后就是 不要去人机的地方 不要她危险 但是你问过她吗 她就一定是要去什么酒吧 或者去夜店 或者是要这种热闹的地方 然后很嗨 危险啊 所以你安排的是你想过的 对 跨年 解决你想吃 简单 不是我理想的 可是我就是觉得 哎 马丁是你想吃的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 那如果 你办了一个 是在家里的 House Party Home Party 对 他把他的朋友 台湾人都要去101 对 台湾人都要去101 而且他如果在家里办 也请大家吃马与鸡呢 对 马丁刚刚他这段这个事情 有什么问题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 爸爸跟情人啊 他考虑到了所有层面 又安全 对 他是把所有安全啊 什么你可以玩 都考虑在里面 对 那他应该要先问过他老婆 他老婆如果是这样 你要跟他讲说 可是Baby 我觉得你现在怀孕 这样子很危险 那倒不如我们来 折中看去哪里 也可以啊 你们准备两个先讨论 我觉得马丁尼 从来也没有闻过我们的一切 马丁尼你就输在那个 中国狡诈的这一面 因为我们这个会反悔 我们传统女生喜欢说 老公 没关系 你决定 就列入纖条 对 然后心里面的OS是 那你决定以前要告诉我 那就是地雷 对 那你嫌我们马丁安排得不好 你们又安排了什么东西吗 因为其实火车真的很难买 然后我的工作呢 就是怎么讲 就是又赶不到飞机 然后自己开车也绝对不会到 然后我就一直问我老公说 我确定他的行程一定是在花莲 因为那时候还在花莲开烧烤店 是 然后他就跟你讲 哇 我们现在那个定位很满啊 我们真的会走不开啊什么的 我说好 我确定了 结果你知道吗 就是火车真的是 到哪一段的时候 他真的给我迪雷 就停很久 我本来11点半就可以到花莲 结果呢 我到罗东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 然后我想说完蛋了 我这样 不到跨莲了 我赶不到 对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时间 然后我想说怎么会停那么 然后你就为了你老公下来 用跑的跑到花莲 也跑不到啦 后来呢我就死命 我就在罗东直接下车 我直接就随便拦了一台机轮车 我说12点以前到不到得了花莲 怎么可能 从罗东到花莲 可以 一个小时 你知道哦 那个司机就还给我答应 他就说真的可以到 我说哇 然后我就说可以吗 然后我也不管价钱什么的 我就说12点以前 一定要让我到花莲市 好浪漫哦 漂亮 对 我就一直在那边看时间 好 然后就 他真的 我在11点40分 已经到 漂亮 你11点半坐上车 11点40分 没有 我10点 应该是10点多 不要跟罪鬼计较 你管他讲什么 不是 时间不重要 反正重点是 我就赶到花莲了 重点是我赶到花莲了 赶到花莲了 我赶到花莲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开始先 打电话问一下 问一下员工说 现在店里状况怎么样 老板你在哪里什么的 你知道吗 我就传来一个二号 员工就说 以后我就说 下午去哪里 不是跟我讲说在店里吗 然后我想说 这时候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眼看哦 那个时间就快要过了 就已经11点45分了 已经慢慢的 因为到市井慢慢有人了 有车 然后我就想说不对 我打我老公电话 他就一直打不进去 我就一直找不到他 然后反正重点就是 他没有在店里 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 你要打给谁吗 我打给谁 去周刊的狗仔 是 他马上就找到对不对 对 绝对 我真的是 怎么会没有打给那个谁呢 就后来你知道 我就完全就是冷掉 我心都寒了 然后因为我很多OS 老娘就回来 你去别的地方 好悲剧啊 就是我的Always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我就跟那个司机长说 不用赶了 然后你知道我跟司机 带我去你家好了 对 有没有说司机说你单身吗 对 司机说你单身吗 司机说好漂亮 时间也到了 那个阿伯就说 阿伯 不要赶了 快到了 然后他终于接通我的电话了 然后他就说 妈妈 你在哪里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瞒对方 我说我真的回不去花莲 然后他也知道我说我回不去 我也知道他一定会在花莲 你知道吗 我就说 阿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他就说 我现在在家门口 我没有钥匙 你不在吗 我就说 我现在在花莲 在爆肝的门口 你在哪里 我们两个就这样 我在家里啊 然后他说他在台北家 然后我说我在店门口这样子 就可能的 音错阳差 然后你知道 好像偶像剧会演的剧情 就是蹦蹦蹦 然后你知道就在那个 然后两个人立刻又从台北 跟花莲又出发去找对方 后来听说一个月以后才碰面 因为是 然后你知道 现实版的向左走向右走 对 然后你知道我就在电话中 然后那个就五四三 店里面就开始 这边五四三 然后整个就是市区 开始放烟火 我整个心都凉掉了 然后 其实那一年给了你们一个很大的暗示 对 你们两个 没有缘分 不要这样 算一算也有两三年 还有啦 有走过来啦 对 更惨的事你知道吗 还有更惨的事 更惨喔 还不够惨 走过低潮 因为我们那天店里要营业到五点 就是 就是延后嘛 结果你去顾店 我就顾店 然后因为小孩也在台北 他呢 就跟着朋友 他说反正大家回不去 那就你就顾店嘛 那我朋友有约我这样 他就讲说 等一下那个谁谁谁约我 我们等一下就去那边这样 他就是一个晚上又失联 然后呢 早上六七点 妈妈就是快年快乐啊 都就带一个罪言罪语给我 这样 就这一年我就这样过了 哈哈 过了一年吗 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要跨一个旧的 然后一个迎接一个新的 然后就整个就是 我这一年一定是会碎到爆 就是你知道 男生真的有些 真的他懒得跨年 真的会有 谁 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 他那时候12月初的时候 他就已经跟他男友讲说 跨年要不要计划啊 去哪里哪里 可是他男友就是很一性男三 也不想要安排 后来呢 他就说好那你不安排 那不然我安排好了 我们去那个中正纪念堂 直接那边可以看烟火 就有讲好 然后跟朋友约这样 然后他男友也是有点懒懒的 就说好不然你去约这样 结果他就觉得说好麻烦 那算了 那他就跟男友两个人 直接去中正纪念堂就好了 然后到了12月31号那天 他就问他男友要不要接他 可是他男友就是说 很麻烦 我们就各自直接约在 中正纪念堂就好了 如果我去接你 再过去中正纪念堂 这样很塞 很麻烦这样 就他就想说 好吧 那我就自己去 就他就六七点的时候 就坐计程车过去 结果超级塞 在中正纪念堂那 根本还没有到那附近 就从六七点 然后坐计程车 就一直塞 然后也没有前进 可是他也没办法 他也没别的办法 因为他就在车阵之中 结果就到中间 已经11点多了 他就要打给男友 然后他男友根本还没出门 因为他叫不到计程车 结果到11点59分的时候 他就在计程车上 然后跟计程车司机一起跨年 我跟你讲 你们说的这些都是意外的状态的 我跟你讲 正常状态我都碰过 就是人很多嘛 然后我女朋友说 要去尿尿 尿尿 哇塞 那在好远好远去吧 好啦我签你去 签签签签签 好啦上完厕所出来 签签签签签签签 我突然发现他带来我签 签签签签 那谁 哪位 重点签的那个比较正吗 不是 因为台下人帅太多 你是不是这样挤 所以你是牵别的女孩子 去上厕所 有的时候手会稍微拖一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圈到一个那个 然后女朋友看前面 他脸上很臭 所以他还没有上厕所吗 他上过了 上过回来 他不知道怎么走一走 走散了就跑前面去 跨年下我们大部分艺人 有机会应该都在台上 我跟你讲 你真的挤在台下的时候 台下多可怜跨年 跨年连那个 大家 手冲起来 没有人举起来 他被挤到这样 来我们掌声鼓励 人多到一个 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们去那边干嘛 八位男士们 你们真的有走到 101的市政府那边 跨年的请举圈 没有的请举差 有去过到101跨年的 明明哥 你真的没有 我不是说你遇过 什么大风大浪你都遇过了 我挤不进去 我跨年是在台中啊 或是台南 我们去做活动的时候 顺便带妹去的那种 少小在里面碰了 三次 哎呦 这算厉害 老经验的 对啊 杜丽都没有嘛 杜丽都在家里看电视 没有没有 我之前在一大上班 然后通常通常就是 跨年的时候 我也是也会接一些活动 然后表演 哦 但是刚好那一次就没有了 而且我是在一大上班 我们那次就 差不多九点就下班了 哦 对啊 那依凡有跟朋友一起去看跨年吗 有有有 我要讲一个很夸张的故事 就是我一来台湾的时候 找一个女朋友 然后我们一起跨年的时候 一起去看101的演活 嗯 然后其实我们在俄罗斯 有一个习惯 就是拍一瓶商品就打开 然后 开商品啊 第一 新年第一分钟就 要把它喝 一杯酒 对 然后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 就喝不完 喝不完那个 那瓶酒 一瓶 四个人喝不完哦 因为我们 为什么 很虚 虚呀 第一分钟 你不是俄罗斯人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俄罗斯人 等一下 还没讲完 对 那我们就 你也是喝醉才来的是不是 因为那个演活很快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趴这个酒 带去别的餐厅 对 那我朋友的女朋友 他就是比我女朋友有点高 还有身材比较好 那我女朋友就是一看到他就很开心 紧张 然后那个女生叫我 伊凡 你可不可以帮我 就是那个盖子 开瓶 帮他开瓶 放进去 哦 塞进去 可是那个盖子是木头的 不可能塞 木塞 木塞是塞不回去的 对对对对 就是不容易 对啊 是不可能不是不容易 香槟的是不行的 可以 对香槟不行的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我就很努力这样子 噓 就 就放到一半 一半 然后 后来就不行 对 后来就不行 你还不如拿梦多的来塞 塞不进去 怎么知道塞到进去 会漏 过分哦 后来呢 后来 他们嫉妒你 不是 小兰哥你塞梦多 他还是会漏啊 算了啦 后来要塞 我女朋友就生气了 生气了就不理我 跨年的时候他都不理我 我以后我问他 哎 你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你怎么会这样 他说 为什么你为了那个牛生 很努力很努力 一直 花了很多 就是 很多时间 就是一直 这样子 一直 吃醋 对 他很容易吃醋 对 那那天晚上 他觉得都不理我 所以我们跟朋友们 呃 就是聊天 他跟女性朋友聊天 所以 就是 好可憐哦 好啦以后有这种事 打给梦多啦 就 这个吃醋 还有一点 我马上马上 好呦 喂 哈哈哈哈 好可憐 我还有自己加一块啊 已经二里一目了 为什么还要被讲 文明哥在日本有发生过什么 你的女朋友在日本 不是 因为我们 我们跨年都是在主持的 对 有一年 我跟你讲 人真的不要乱许愿 有一年我就在台上 我在想说 哇塞 从出道到现在十九二十年 都在台上跨年 我可不可以有一年是 自己有女朋友 下面跨年可不可以 没活动 好啦 第二年给我如愿隐藏 没有接到跨年 不要乱许愿 没有接到跨年 就跟一个 就约了一个妹 当时的女朋友 可是当时女朋友呢 她在日本念过书 所以她跨年 她要回日本 跟她的同学一起过 然后她就问我说 那你在台湾呢 我们当时大家都单身没结婚嘛 我说我在小康的店过 18楼上有一个特别区嘛 天气好的话就会开放 哇101就在你旁边 哇 也很棒 我说 我女朋友很浪漫 她说 那我会在东京铁塔上面 然后你在101下面 东京铁塔上面 我们到时候变化一起跨年 不是 不是 正吧 对不对 对啊 就那天玩就 就玩得很不安分 动不动就看看表 好 看看表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了哈 差不多了 5 4 3 2 赶快 准备倒数 倒数 喂 宝贝 你天才打来 你不要打来好了 啪 挂掉了 喂 怎么了 不是 我 再打 我再打通的时候 其实那个 5 4 3 2 已经数到10大 Happy New Year 我就很吵 喂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没有 现在12点整啊 对啊 真的一点 怎么会 因为她的东京 在时差 你怎么会露出你掉 不是 这个我也没想到 对 没想到吧 文明哥 真的会没想到 你明年就隔一年 就把你女朋友送到泰国 你会先打给他 早一个小时吗 早一个小时 早一个小时 对 对啊 因为日本早一个小时 泰国晚一个小时 那我为什么不送到美国 还有谁跟另外一个女人 先过 12个小时 你还可以过两次 多有两次 对 很有聪明哦 那Paul的故事咧 对 其实大家都想说 怎么样跨年的时候 进到101 其实说实话 我家就在101的旁边 就是在那个A-TING对面 你不早移动也进不去 这么多人都住在101的附近 真的 那你们以为好吗 错了 因为我十年以来 都在看101放烟火 但后来大家都知道 我家就在101旁边以后 因为大家讲说 塞住了出不去 所以每个人要干嘛 上厕所 所以时间到一点以后 就开始 叮叮 Paul 你在家吗 可不可以借个厕所 然后真的 每个都来 因为那个时候 大概五十几个朋友 都在那个101那边 然后又出不去 等一下 Paul 我要是你 我那天赚翻了 要来上厕所 每个人都翻了 我就是量太多良心 就是让他们来上 就每天要开始来排队 你知道吗 我家两间厕所 还开始排队 结果状况来了 每次来的时候 都一堆人厕所 搞得我自己跟我女朋友 要亲密也不行 要跨年也不行 因为每个都来叮咚叮咚 上厕所 然后最后一次最好笑 好不容易 他们都走了 换我女朋友说 终于走了 我们两个终于安静 对 因为把她赶光了 结果我女朋友一进厕所 就大叫一声 因为很多人喝醉 附在里面 然后整个像炸弹炸过的 然后重点来 他说Paul 因为他有尖叫 卫生纸全部被用光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什么所有的711那边 你是担心你等一下用不到 全部都没有 对 我怕等一下没有卫生纸可以用 对不对 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有一年我就说 好 那算了 因为那一年我也有开夜店 我说 那我们到夜店去跨年好 不要在自己家里 免得被人家糟蹋 然后那时候也是 啊 五四三 因为那天还有办很多活动 因为那天一定是找朋友来 他就说 去你那边啊 好啊 因为也可以 当场看101 就在101下面而已 看烟火 结果五四三 那时候女朋友在我们旁边 就忽然有一群 喝醉的那种 日本跟香港女生 还数到二而已 就从我后面这样抱上去 然后就开始亲我的头 怎么会有这样的 对 因为他可能觉得 那个聚光灯 SPA-LINE打在上面就很亮 你知道吗 他们是玩大风光明的 对 然后一些 阿吉莫那种大神那种 第一道曙光 对 迎接太阳 2015年的第一道曙光 我们的习惯 伸出头来 对 扛到太阳了 好啊 Happy New Year 就这样亲下去了你知道吗 然后还四五个那种大神 就当场我那天女朋友 就当场大翻脸 就说 以后我再也不要 不管是在家里 或在外面 都不要跟你过 我觉得明年的 跨年 肚力会出现在日本 对 如果游戏很重要 我们一起去 好啊 你帮我买机票哦 好 好 到底有参加过什么 跨年的活动 干过什么样的蠢事呢 大家 好 有一年 然后我就是去朋友的派对 就是主人都有准备一堆酒 然后还有吃的 然后就因为就是七点就去了 所以大家都喝得很开心 然后不是 然后来倒数的时候 我们就到他们的那个一个房间 然后那个房间那个落地窗 可以看到整个101 然后我们就五四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然后那时候有男朋友的老公的就转过去 不是抱一下亲一下吗 然后就耶 然后亲一下 然后转过去 就是全场的人傻眼大概五秒钟 为什么 什么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男的朋友 他也就 他就喝了很多 他就Happy New Year 然后转过去 然后就抱了 然后抱着 然后就捧着一个女生的脸 然后亲下去 然后那个人是别人的老婆 哦 为什么 然后 然后就是我就看到他的女朋友 就是傻眼的看他男朋友去亲别的老婆 然后那个老婆的老公 就看到他的好朋友 然后去亲他的老婆 也不错 然后他想说现在是怎样 谁说的 他说很不错 谁说也不错 其实计划很久了 对 而且这个剧情比较有创意 对 有点像SOT的剧情 然后他女朋友气炸了 然后就把他拉到旁边 然后两个大吵架 然后那女生就也没跨年 然后就包包拎了 然后就走了 我跟你讲 有一次 在 即使在台湾 然后在 也是在跨年的时候 在也是 那个巡运区的一个 爸 然后呢 那一天特别活动 因为跨年 就是看得到101 他那个特别准备的 像这种 比较高台 有高台 然后就是大概那么 那么大吧 然后在那边有椅子 然后就是 比较看得到101的角度 结果呢 其实是日本人 一个就是日本的我的朋友 女生三个都来 然后他通常就很乖 结果好玩 而且加上国外 疯子也 哇 你啊 什么啊 哇 然后我心里想说 天哪 怎么办 有时候找我啦 对 好 没问题 吓死 然后我说 小心 小心 没关系 这边是台湾 台湾我爱你 我一直在跳 然后就是喝个香槟 结果他穿那个高跟鞋 你是有下药吧 没有啦 要 我不需要下药 他又在那边开香槟 对啊 没有没有 结果他就这样哦 再上去 然后就是开始这样 哇 肯定有下药 不见 不见 直接翻过去 破空翻 危险 危险 后面是哪里 99楼吗 开一秒 不是他爸啦 不是一楼 是一楼 他是差不多那么高 然后Wendy是没有人发现 因为他就哇 那上面很吵啊 然后连当事者摔下去 自己也没有发现 自己也不知道 太激情了 对对对 三分之后才醒过来 对 分到 在那边分到 然后他呢 他呢 找不到 在哪里啊 他先回饭店了 没有没有 对对对 我们也是 就是做人意为啦 但是 就真的找不到 然后后来 大家走了嘛 然后呢 差不多四点时候 有一点开始 比较安静一点点 还是打电话打不通 然后就打打打 结果 听到他的那个电话声 叮叮叮 叮叮叮叮 窗中烤 脑的哪边 但我遇到的是 那个真的发生 差点发生刑事案件 因为那次也是 我们搭一群人 也是在那个100附近 您知道 100附近非常难叫 唯一可能有叫到的就是 刚好人家下车 你刚好塞进去 那才有可能 而且还要画给他 一定硬通他画给他 他说没有一千块 他不是不载的 那时候我们也是一群人喝很醉 然后也在那个搭 大概两三点三十点 要擅长的时候出去 就刚好就是在我们前面 那个红灯停一台车 我就看到啪啪 那个灯就从那个暗到变亮 就表示有人要下来 然后我们想说 赶快赶快抢这样 然后那个我们有个女生 就跑很快 就第一个就从另外一头冲上去 但没想到后面就一堆 不是我们的那个一堆男生 喝非常醉的男生 就冲上去了 冲上去没关 他那个车就走了 没有 你觉得很好笑 是不是但恐怖的来了 因为那一群男的 大概两三个三四个 喝很醉了 然后那天我那个朋友 其实他穿得像秀琴这样 非常非常地辣 没有 他穿得那么性感 对 非常的性感 而且这样漏很多 然后当场那些男生 就看到他以后 我就说哇塞 然后又有很多的醉意 基本上就 直接在车上 然后我们后面的人 我们就很紧张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说 你现在转到哪里了 赶快来救我们这样 因为那个车已经冲出去了 然后我们后面的人 就是一去一路追 他为什么不叫司机停 没有 那个司机后 也好像也没人在管 很多时候夜店的司机 他会不知道你们是在干嘛 他根本不想看后面发生 但是你们的纠纷 他搞不好也怕被打 因为车上有三四个都是 全部都是他们那群的男生 然后后来就叫我们叫 然后我们就一直追 一路追 追到后来是还好 那个女生到后来有个 那个红绿灯的时候自己跳下来 然后我们后面的人才追到 然后那群人也说真的 本来也要去找他们 后来也不是去下来 因为他们门一关了以后也跑了 但是差一点 亮成一些所谓的行三间 如果他没有真的开门的话 搞不好被带去哪里 其实非常危险 我觉得两个有时候一起过 也不见得是一种好事 那我们就想说 小真家就刚好住101家 对 101的前面很近 那我们就三五好友 甄丽姐啊 甄丽姐啊谁是谁 我们就约约 好 很好啊 互相取暖嘛 对 那我想要吃到一半啊 时间快要到了 还可以就直接上顶楼就好了 其实有时候住很近 也不是真的 好事 最不好 543要棒 今天我们选错一个方向了 你知道吗 完全 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风向不对 那个一 543那个烟火一下来 你知道 完全都是烟雾弥漫 看不到对方 也看不到烟火 那我想说这是干什么 所以你看了30秒的大雾 对 然后 而且我老公一度 一直要把我的手扳开 我都一度把他掉下去 我想说 你现在要谋杀 你老婆是 这烟雾的时候把你推下去啊 你还不懂吗 他为什么要扳开 你给我转过去 趁大雾的时候啊 你转过去 Paul讲的没错 因为这玩意算是意外 可以领保险的 他为什么要把你手扳开啊 不是 他就是说 你要比叶 我说我那个酒吧 他说酒不重要 他就一直说要比叶 因为我要搬住那个 他就整个就说 你不要搬那个 我真的看不到 他就想说 那个杯子有那个光还是什么 他就 我看不到你的脸 一直叫我要拍照 我会说 老娘真的快掉下去了 你们很好笑 就是我手机 为什么不拿手电筒啊 对啊 手机就可以当手电筒啊 还有闪光灯吗 完全就是一个拍不到什么样的 他们可能太醉了 就整个就是你知道 很蠢 更笨的是 小小鱼一直问说 那为什么要把手放开 把手放开 啊就是缘分禁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 小梁该 该放手就要放手 小梁哥你要被碰到什么时候 煞风景 但是你以为 很蠢的事只有这一件吗 还有一件更蠢的事哦 所以很多事情 我觉得都跟喝酒有关 我也是 我也是跨年讲 跨年呢 到了 跨完年以后 一两点以后台北开始下雨 然后呢 我们都是在室内玩 你根本不知道嘛 哇 喝得很开心这样 好啦 我的记忆 我的记忆就是喝得很开心 这就 就已经在家了 中间一大段就不见了 就我早上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是梦到我在 我是梦到 我尿床 好笑 那是真的吧 好准啊 睡觉嘛 你是梦到你尿床 然后你梦到尿床 觉得就是尿完哦 然后还嘎轮素这样 一嘎轮素我就真的觉得 哇 好冷哦 哈哈哈哈 太真实了吧 那好冷 好冷我就一起来就 我全身都是湿的 我躺的位置都是湿 整张床是湿的 哇塞 你那个尿也太大一炮了吧 好脏哦 然后枕头也是湿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内裤整个是湿 就全部湿 然后全 然后你当时就觉得 尿床吗 怎么会这样 会怀疑自己 湿成这样 从头湿到尾 然后你就要起身嘛 往外走 接着你就发现 哦 这T恤 哦 牛仔裤 哦 袜子 哦 球鞋 就是昨天是一路回家 就开始拖拖拖 然后拖到床上 刚好没有 碰 倒下嘛 我每一个东西都是湿的 然后我就想说 你怎么回事 昨天淋雨回来吗 然后就是可能淋雨回来嘛 那只是你忘了 雨水啦 雨水 哦 算了 然后就常去夜店嘛 隔离个拜托去 一去以后到门口 那个安管 安管也看到我 哦 米哥 隔离个 那天太帅 我说 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帅 那天帅呆啊 怎么了 带两个妹穿 两个妹很高很漂亮 然后呢 我说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让他们站在棚子里面 你就站在棚子外面跟他聊天 什么 你在棚子外面 我说 我说不是夏大雨吗 他说对啊 你是帅了 我们拿伞给你 你还跟 你还跟骂小弟 拿什么伞 我一直都没有打伞的 小哥被骂走 然后他说 那个店经理 店经理没事 还把我 跟我聊 过来跟我聊聊 把我扶到那个 那个 棚子里面 棚子里面 我是以后的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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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走出去 他跟他买两个马 聊天 我说那后来后来呢 他后来 后来就突然讲一句 好 你们玩 我先走 我就走了 这是什么 对啊 喝酒真的要小心 我在德国 一个朋友 你喝酒 你不喝酒的 不是不是 一个朋友在德国发生的故事 他们跨年 决定要去夜店 那路上他们 经过一个脚踏车 那个脚踏车 篮子里面 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一个假的鸡鸡 好恐怖哦 结果 那边的保安 就以为是真的 太真了 哇 你欣赏了人家 他就坐一圈 在哪里买的 但我很需要 我真的很需要 我真的很需要 就把那个朋友丢出去 很惨 他就不能进过来 是两年以前 因为在法国 我们跨年跟家人 所以在台湾的时候 我跟好朋友一起跨年 可是因为我们的房子在 我们的房子是在伊林对面 然后我们住在顶楼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 烟火 直接就看到了 所以我们跟我的美国朋友 办一个油漆舞会 所以在我们的客厅 我们有那个 你这样乱涂哦 对啊 除了这叫房子 这是谁呢 这是你的房子吗 这是房子 这个在松山天长大 那个围墙那边也有这些 可是在里面 我们拿那个 裴带子 所以对 对 然后我们买很多油漆 UV light 然后我们都跳舞 可以看烟火 和橡皮 很开心的 都很好玩 可是两天以后 我们的房东来 然后他们说 哎 你们的邻居 真的不开心 所以我们一定相信 我们的约会 我们的合约 那个contract 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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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 你们这里不会喝酒 你们不会裸替 你们不会striptease 拖曳舞 哦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在差不多 那个演火以后 一个女生破坏我们的喇叭 哦 所以没有音乐 没有 不可能巧舞 然后在那个舞会有 菲丹妮 菲丹妮住在我家旁边 所以我们可以 马上我们马上去他的家 拿他的喇叭 可是我们是两个外国人 只穿内裤 在中小的动画 等 Pain Body All Over 真的好笑 也是创意的一种 你看他们就这样 蛮有趣的啊 又冷 对 很High啊 这样很High啊 又没有影响别人 大家都講的都是台灣的嘛 有時候想說那乾脆出國過個年 其實有時候出國過年那個計劃要更多 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那一年那個我女朋友就跟我說 那不然哪裡跨年最熱鬧 我們就去那裡跨年 紐約的大蘋果那個時代廣場 我就想說好啊 因為我們也交往大概三年去看一下 結果真的是大錯特錯 真的是史上最可怕的那個跨年的地方 而且我還特別訂一間這個W Hotel 就在那邊而已 大概平常走路的話 大概十五分鐘就到了 十五分鐘喔 平常走路就到了 然後那天我們想說 欸 baby 我們早一點出門 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還跟她講說 要先那個準備好 要先上個廁所什麼 都要注意 但是問題是那個時候 她說不用啦 上什麼廁所 她就把我拉出去了 這一出去 就住下了非常大的錯誤 因為本來十五分鐘的那個 走路的過程 我們一下去的時候 門一打開 我們就嚇到 因為那個門連開都開不了 因為它是旋轉 整個都卡住了 因為人家要進來 但是它不能讓人家進來 因為你沒有在裡面消費的話 要秀房卡才進來 問題是裡面太多人 卡到那個門要這樣開 都開不了 我想說哇塞完蛋 然後我們想說 好吧沒關係 就擠吧 舒服裝一定擠得到 結果擠大概到這個妹這邊 已經花了半小時了 因為太多太多人 而且每個都人高馬大 然後基本上 我跟我那時候女朋友很小 基本上都塞不到 根本看不到人 就一直塞一直塞 塞著這樣一兩個小時之後 完蛋了 我的那個想要上廁所 然後問題是那邊所有的那個店家 第一個 基本上90%沒營業 吃起來10%有包場的 絕對不會借你有任何的那個東西 我甚至還進去押牛排館 我說那你有什麼最便宜的外帶 他說外帶100塊美金起跳 然後我說那買了外帶可以上廁所嗎 他說還是不行 那我說那算了算了 那最後真的沒辦法 最後我們終於在那個旁邊有個腳踏車 那個籃子裡面找到一個那個 用過的那個鋁罐 然後我說那我就說寶貝 那我就只好這樣 然後我說好 那他幫我擋 他就這樣 從後面這樣 所以你其實 其實幾歲跟夢多差不多 對 量很小耶 沒有沒有 那一年的紐約很冷好不好 沒有 現在那個溫度的關係 很冷 你這個量已經低於正常男人的標準值太多了 你最好要趁喝點 還沒好準耶 如果我們去澳洲跨年就不會了 對不對 澳洲就比較熱 你看一下杜莉的笑容 我們兩個光頭要互停一下 沒有沒有 你這太不正常 後來沒辦法就只有就地解決了 就只有就地解決了 就沒辦法 而且連看都看不到 因為塞太遠了 而且10點以後我們就決定放棄 再走回那個 沒有想到光頭的人碰到的事都差不多 對 因為我已經講到這個 上廁所的事情 我覺得太好笑了 因為之前 像那些跨年的派對 我在美國幾乎 我很多有參加過紐約的 加州 很多 分證很多 所以我來台灣之後 我就發現我比較喜歡跟朋友 在朋友家 家裡面比較好 對 家裡面我覺得是非常好玩 特別是在嘉義 因為嘉義也有一些活動 但是我們比較喜歡 就是我們一群個好朋友 兄弟姊妹 一起辦一些派對 那又一年 我們在我朋友家 我們在跨年啊 然後我們都喝得很開心 已經到處玩了 在那邊喝酒 很開心 突然想要找我的女朋友 跑去哪裡呢 跑去哪裡呢 我也不知道耶 好 然後我就跑去央台那邊 看一下可能在外面 可能有抽煙 抽煙或是聊天幹嘛 蛤 不在啊 跑進去 去看每一間房間 人呢 跑去那裡 我說 可能在上廁所 但是她已經不見很久 我就敲個門 喂喂 莫莫妳在嗎 有有有 欸 有有 欸妳幫我招那個 就是 副莉姊為什麼你敲門是薇薇 我是 我一 我是 不然我要敲什麼 她女朋友不能叫薇薇嗎 不是 不是 她是翻譯嗎 電話才叫薇薇 不要想Hello Hello Hello 中文是薇薇 不然妳要講什麼 她是一番中啊 我們到處 敲敲敲敲敲敲 Hello Hello 然後她說 欸 妳幫我找誰 她說 為什麼要找她 她說 欸 妳趕快去 妳趕快去 然後就去找我朋友 但是 要花了大概五分鐘 人很多 我也去找她 我們回來 她都開門 她說 欸 那個plunger在哪裡 因為她已經把那個碼頭 塞得很 塞得很嚴重 那個水已經開始流出來 地上都是那些 地上都是那些 而且她找不到那個 就是把那個 衝碼頭的那個東西 太糗了 那天晚上 我們就是一直在那邊站裡 超丟臉 而且車手很臭 就變成大家都在看我們 那是非常的丟臉的一件事情 這個太糗了啦 妳看三個女生有一個沒有講話 對啊 怎麼 我講過 前幾年都是跟朋友一起過 然後就是 就是親錯別人 親錯別人 然後在不浪漫的地方 不浪漫的地方 那終於 我有一年跟我男朋友講說 我想要就兩人過 好 就浪漫 我們也不要人幾人 然後他就訂了一個飯店 也是靠近101窗戶可以看得到 然後很漂亮很大 然後一進去我就已經想好了 就是 要洗個澡 然後洗個香香 泡個澡 然後在一起 然後喝個香檳 然後看煙火 我覺得 一切都想好了 然後去了那個浴室 浴室 哇好漂亮喔 然後我就放水 想說要洗個鴛鴦浴 想說 在那等那個 放水的時間 那我先來把自己就是 清乾淨 對清空一下 排空啦排空 對然後想說時間還有 還有 還有到嘛 因為我們要在那個浴室裡面 過那個 跨年 因為他的窗戶是可以看得到的 哎呦 對 然後我就上 上完之後 我就 嗯很不錯 時間也剛剛好 水也放好了 然後我馬桶一衝下去的時候 我整個傻眼 他怎麼不是 進去 然後他是回衝咧 然後我就演一看 然後他就慢慢慢慢 慢慢的 滿起來了 已經抓到了 我就忽然就是 在廁所就叫 Baby怎麼辦 為什麼廁所 妳大便有那麼硬喔 手不掉 好悲劇喔 我說天啊 我說Baby 趕快進來 然後他進來說發生什麼事 我說 我還把馬桶先蓋下來 然後結果就發現 他已經有點水 已經一開始先流 溢出來了 一些水 我說Baby 這個馬桶好像壞掉了 對 他說怎麼會壞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就上完廁所 他說怎麼會上完廁所 會堵住呢 你是大了一年份的 沒有 沒有 然後我男朋友 馬桶一閃 好熱鬧喔 他只能跳開 好熱鬧喔 他說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那巴東水就一直 噗噗噗噗 一直冒出來 然後我就 我就聽 我就整個全身冒冷汗 因為我想說 這也太丟臉了吧 然後我就聽到 就是浴室外面又說 開始倒數了 五四三 然後我們兩個 一直同時尖叫說 怎麼辦 已經掉出來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 五四三二 然後砰砰 然後我就看著 那個窗戶也就是 全部都是煙火 然後我們就一直看 那個死已經流到 快流到外面 為什麼我們要在2014年 12月30日要聽眾 那死火來塞救救我們 我的故事 也許對女生來講 也不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有的女生的求是 可以當男生的 一些開心的事情 在德國的夜店 德國女生 有的時候比較開放 那去夜店的時候 有一個女生遇過是 她沒有穿胸罩 然後 跳舞的時候 德國的人就跳 就說 嘿 怕你怕你 她的胸部慌得太嚴重 然後結果她就跳出來了 那男生 他怎麼這麼 他穿什麼衣服 等一下 他穿那種 平口的啦 那種的嘛 那他就這樣子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他還要穿什麼啊 他就掉下來 就跳 胸部就在外面了啊 所以你很 你覺得你很樂於 見到這種事嗎 男生都 我怕 小小魚 要是我我也看得很開心啊 而且沒有人會叫她吞起來 可是像我 我今年的跨年就是 2013的12月31 那時候我就是接一個 就是跨年的演唱 這一次的 然後那時候 跨年之前 我們公司一定會先定裝 在演唱的那一天的時候 那時候我公司的人很好 他幫我借了一個手鏈 那個手鏈是這樣 一串一串有一些飾品 後來我上去唱了之後 因為唱嘛 會動嘛 動動動動 結果手鏈勾到我的裙子 然後我勾到我的裙子 我就開始有點動不了 然後可是台下的人是那種 多到看不到鏡頭的多 然後我就想說想要裝沒事 我就邊唱 然後手也沒有 就是 就是硬動 可是真的沒辦法 我手已經動不了 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用力一點 中扯得起來吧 就是因為我手鏈 已經勾到我的洋裝嘛 結果我就超用力 結果我的裙子就掀起來 好尷尬喔 然後就全部人就是都有看到 然後我就更尖叫 尖叫聲 沒有 妳一定知道是妳那天 有沒有穿那一褲 妳有沒有 我那天有穿熱褲在裡面 可是我那個熱褲 真的我會看到屁股淡得短 那我沒有不穿那一種 靠褲 我要是妳 我就把裙子脫了 對 真的 對啊 要嘛就對不對 可以 厲害一點 可以示範一下嗎 我 看一下 看一下 沒辦法 因為我平常穿短褲或熱褲 我真的沒有辦法露屁股蛋的人 不是 因為妳這樣子 大家反而知道妳走光 如果妳是直接把裙子都扯掉 因為是笑子 人家會覺得是謝金燕 對 謝金燕 然後妳就紅了 又紅了 對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跨年大家很高興 五四三二數完了嘛 身邊都認識 耶 謝謝快一下 女生就看 阿姐抱一下 耶 謝謝快 耶 她穿那種連身的那種 到這邊的 就連身鬆緊的那種小洋裝 胸部很大 我才知道妳這抱著喔 跳兩下她就掉了 耶 新的快人 而且不能這樣子耶 對 然後就 文明哥 耶 新的快人 我就抱她 她就跳兩下 我就跟她跳嘛 跳一跳 耶 哇哦 好討厭 然後 然後那個女生 最好笑就是 反正就是她 人家 我就看到別人幫她 旁邊有女生 就幫她把衣服這樣 一拉起來 她一拉起來 她就 還意會一下 文明哥 不好意思啊 好 她就玩她的 玩玩玩 欸 跑一跑 從廁所出來 我為什麼抓她從廁所出來 你知道嗎 因為她正面走嘛 然後 文明哥 然後她就走我身邊過 走我身邊過的時候 妳就很自然看一下 因為 緊身的衣服 哇哦 裙子在內褲裡面耶 哎呦 真的 對 然後我就只能 我就只能叫她朋友 欸 那個 拉一下 拉一下 然後她朋友幫她拉 一拉呢 那女生不要 不知道為什麼發瘋 突然轉過來說 走明哥 走明跳舞 她就拉著我 怕 就到前面 要去跳舞 人很多嘛 急急急急 她牽著我 急急急 好不容易又擠到舞池 到了舞池 舞池靠近DJ台 前面有一個那個 比較高的台子 她要站在那個台子上 一站 整個人 啪 倒下去 啪 好大一聲喔 啪 我就傻了 想說看 你有沒有怎麼樣 結果她那個裙子 就掀起來 掀到這裡 哎呦 哇 先到這裡 最厲害的是 她趴在那邊 我本來是 因為想說聲音太大 一個女孩子 我說 你 你 你有事嗎 沒有 她還趴在那邊說 我別倒了 我說你要不要起來 強調了 那我想要問一下 各國西南門 在你們的國家 有什麼特別的 慶祝跨年的方式嗎 哦 像我們國家 就是跟台灣不一樣 不一樣 跨年的話 就是 12月31號 那我們一定要吃這個 哪個 跨年的草賣麵 因為它是長的嘛 就是長長的 這個平常吃不到嗎 吃得到 但是就是 那一天就是跟家庭 就是一起集合 吃得比較有意義 在12月31號 家家戶戶 每一個人都吃這個麵 基本上 然後吃完這個之後呢 還要吃什麼嗎 對 沒有沒有沒有 不用吃 吃完之後 我們去那個 算是台灣的有點拜拜 敬廟 沒有 算不算祭典 對對對 然後 其實這個是超過 應該是超過12點的時候 到 其實到 早上 都會這樣子 哦 到早上啊 對 早上 然後基本上 沒有睡覺 1月1號 2號 3號 好多休假 雖然那個人那麼多 但是其實不會等很久 因為他們就是有就是規定 走哪裡啊什麼的 所以是 來人去去的意思 而且日本人基本上就是 而且是過年 過年的時候 很懂你嗎 對 沒關係你先 所以就是還好 好棒哦 所以看起來人很多 但其實人都有在流動又走動 台灣也有 台灣那個農曆年的時候 也是要搶頭箱啊 也是有這個嘛 然後1月1號到3號 一定要吃這個日本年菜 這個叫做 每一天都這樣子嗎 1月1號到1月3號 每個家庭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都有龍蝦 然後 對 就是比較高級的東西 然後 高檔 很豐盛 裡面都是都是有意思的 就是 開火長久啊什麼的 就是多意思的東西 那請問你 龍蝦代表什麼意思 應該他說那個龍蝦 那個搖 碗嘛對不對 他就是活到搖碗的時候 哦 活到搖碗的時候 活到搖碗的時候 搖碗的時候 對 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 好好玩 可以講的 看起來就是紅白的東西比較多 就是在日本紅白的東西 就是很快樂的顏色 就是很 對 因為你們連跨年的演唱會 都是紅白色的 對 他們國籍就是紅白啊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日本的 跨年蠻特別的 這是我最喜歡的 在加州的一個叫做 玫瑰花 呃 郵輪嗎 玫瑰花郵輪 玫瑰花車 流行 流行 游行 游行對不對 每年華航都有的是不是 玫瑰花車有的 阿富小姐 這不一樣 這不一樣 小亮哥 不一樣嗎 他講的是對的啦 他講的是對的啦 華航有參加 是喔 每年都有參加 但是那邊有一個非常好玩的 就是一大堆人很多 而且是白天的事情 就是剛好跨年的那一天 1月1號的時候 有很多樂隊的 像我們高中的時候也是參加 很多這種的 有樂團的 然後 我們就是在那邊玩 然後就 如果你有小朋友也可以帶他們去看 因為通常就是跨年的時候 大家都在喝酒 然後比較危險什麼都有 但是這個完全沒有了 非常非常好玩 而且有很多像這種的車 非常非常好看 很多像卡通的 然後每個都不一樣 非常好看 很多玫瑰花 這種如果你沒有看過 你可以參加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 每台車都會比賽 就很可愛的小Baby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機會去美國 你不一定要去 Times Square 因為那一些 那一些都可以看到 但是美國也有很多 其他的好玩的 那我們來聽聽 瑞典瑞典 瑞典 瑞典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都不會搬什麼活動 我們沒有一個是 就是搬的大的活動 這樣很無所謂耶 也沒有什麼 比較可以集合的地方 然後會搬大的 不好意思 Cue錯人了 然後我們看別的地方 看他的演舞 可是呢 可是呢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在家裡 每一個人都會去一個朋友家 然後大家都是在那邊 然後就是 喝酒啊 然後鬧啊 然後就是很High嘛 然後呢 比較 我自己覺得比較好的 就是快到十二點 大家都會走出去 到他們家的外面 就是這樣子 然後在那邊 跟鄰居一起 放煙火 所以是自己放自己的煙火 國家沒有放 所以 比如說在瑞典晚上的時候 你全個城市 都是煙火 不是一個地方 是全個自發性的 對對對 所以每一個都不一樣 世界都不一樣 好棒的國家 好好玩耶 德國有什麼慶祝的慶典 德國有其實很多不同的 那其中一個是 你們也知道 方便炮 那小孩子不能買 他們會 可能父母幫他們買 然後你們這邊看 這個是非法的 是青少年還是很愛玩 他們就愛方便炮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是比較特別的是 稻籤活動 稻籤 不是稻籤 稻籤 那個金屬 籤 籤 2EAP 我們會把那個籤 放一個湯匙上 然後把它 熱它就會融化 為什麼要把這個籤 倒出來呢 因為它就放在一個 在冷水裡面 它就會硬起來 變成固體 對固體 然後它就很多不同的形狀 形狀 那後來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那大家有不同的形狀 然後 只看它的外表像什麼 你就有 就有點像酸鳴一樣 占卜酸鳴 比方說 這邊有一些 可能你要有一點想像力 比方說 這邊可能有一個大象 大象 如果可能夢都抽到一個大象 就比較好了 意思是你可能 會長大 OK 這樣 可能 高爾夫球的就是 HOLD IN ONE 可能這個也很想要吧 HOLD IN ONE 每天每天 一竿驚動 對 對 一竿驚動 對 那感覺比較特別 俄羅斯呢 在莫斯科 我們很多人去 好漂亮喔 對 去那個 紅場 紅場那邊 對 看煙火 還有一些 戶外活動 像 玩雪 對 就是我們有 俄羅斯聖誕老人 好可愛喔 就是在別的國家 聖誕老人就是跟聖誕節有關係 在俄羅斯這個跟跨年有關係 對 還有 還有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她 她總是跟一個名女在一起 她 對 對 她 她是她的 granddaughter 但是在台灣最喜歡的是什麼 就是倒數 對 我們現在就要倒數了 我們起手10秒還是5秒 5 4 3 2 1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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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嗎 謝謝 謝謝大家新年快樂 在這個 這麼重要的一天 我們還能相聚在一起 我們也謝謝你們2014年的支持 也希望2015年繼續支持我們 二分之一強 我們明年見 拜拜 二分之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按讚